选手在球场上一来一往 战况超激烈 安乐区市立网球场上 第三届的基隆杯网球联谊赛 上周日开打 吸引了180人报名参赛 创下历年来报名人数最多一次 老中青三代选手参加 发起人是陈迪 从选手身份退役之后 就在家乡基隆根于基层 培育网球幼苗 也协助推广网球风气 基隆是以两个部分 第一个就是做社区领域赛 让网球可以普及 让更多人去参加 以及在基层上的教育 那我们也有请教练们 在很小的年纪 五岁六岁七岁的幼儿 所以我们试着在 这样子的一个培育之下 以后基隆的网球指日可待 这一次的比赛总共有12队 然后其实现场的球友们 超过180人 那这个活动其实是非常非常踊跃 那甚至以前网谈的传奇 双龙也来到基隆 所以这也是现在基隆 有史以来最热闹 最有这么多的贵宾 在一起的一个活动 透过杯赛举办 让许多长青组选手 有一个展现的身手舞台 担任基隆市议员的妹妹 陈怡也大力的协助 今年第一次下茶 因为去年打全运会之后呢 就停掉了 基隆被我每一年都参加 而且越办越盛大 越办实力越高 我来主要是两个目的 第一个替陈迪在基隆推广网运 加油打气 基隆在陈迪跟陈怡的推广之下 网球风气越来越盛 尤其是小孩子学网球这一块 蓬勃发展 第二个 陈怡是个好议员 他在议员任内 替网球争取很多福利跟经费 基隆杯只是一个 友谊赛 连谊赛 但如果你来看 今年的基隆杯盛况空前 其中基隆本地队 大概一半大家欢乐 另外一半你绝对想不到 来了十几个 曾经打过国手的高手 甲族的球员也来一大堆 基隆全运会的代表队也都来了 所以这是一个高水准的比赛 也证明了基隆的网运 在全国越来越蓬勃发展 越来越占有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 基隆网球加油 陈迪陈怡加油 陈迪陈怡兄妹 每年都会热心举办网球赛事 投入网球培育工作 希望培育更多优秀的种子选手 希望网球运动在基隆发光发热 记者黄少民基隆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